我们都知道男人都是好色动物 每当女人对他们投怀送抱的时候 他们就会接受并且不顾家中女人的感受 像这样的男人既然他们选择对待感情不忠诚 那么也就注定着他们的一生都不会得到幸福 可是对于以下这几种女人 即使男人再喜欢她都不会对她下手 因为男人知道像这种女人 他们就像是一个根屁虫一样 一旦和自己发生了关系之后 就抓住男人的把柄不肯放手 所以在此小编也想劝告那些结过婚的男人们 一定要对待感情忠诚 这样才能够得到一份真挚的感情生活 一 喜欢金钱的女人 像这种喜欢金钱的女人 即使他们在结完婚之后 也是整天对自己的婚姻总是得不到满足 不管男人怎么对她 她都是无动于衷 所以对于一个情场老手的男人来说 她们是绝对不会触碰这种类型的女人 因为每个男人都知道 像这种女人 她们简直就是一个无底洞 不管男人给她们再多的钱 她们始终都不懂得知足 当男人因为一些事情 从而疏忽了她的感受时 她就会选择背叛男人 所以像这种类型的女人 如果她们想要一辈子 都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首先要先把这种坏毛病给改掉 这样才能够让每个男人都很乐意的去接受她 二 总是自以为是 像这种自以为是的女人 她们非常的自私霸道 并且不管做什么事情 从来都不会考虑对方的感受 每当她和自己的另一半出去的时候 总是摆出一副指高气扬的样子 觉得自己可以了 却不把任何人放在眼中 所以像这种类型的女人 一辈子都不会有男人愿意和她发生关系 所以这次小编也想劝告那些未婚的男人 或者是女人们 如果你们想在这个社会上立足 并且想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共度一生 那么就要切记 要把自己身上不良的习惯给改掉 这样才能够让每个男人心甘情愿地和你过一辈子 三 心机重的女人 都说女人心如同海底针 看不着摸不透 所以每个男人即使在结完婚之后 他们都猜不透自己女人的心思 整天都活得非常累 稍不注意就会惹怒女人 所以即使一个非常好色的男人 他们都不会去碰触那些心机很重的女人 因为在男人的心目当中 都想娶一个温柔贤惠 知书达理的女人 做自己的妻子 日后和这种女人生活在一起 男人可以省不少的心 可是相对于这种心机很重的女人来说 即使和她们结完婚了 表面看上去很平静 其实背地里两个人整天都在互相争吵 久而久之 男人也会对这个女人的态度有所转变 所以相对于这种女人来说 在现如今社会当中 是每个男人都非常讨厌的一种内心 四 处处勾引男人 我们都知道现在出轨在现如今社会当中 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情 男人出轨 女人多半都可以去原谅她的过错 而对于一个女人的出轨 男人绝对选择和她离婚 然而这种是男人和女人之间最大的区别 所以像这种女人 她们即使在结完婚之后 对对感情不忠心 并且整天借着自己几分姿色 到处勾引别的已婚男人 久而久之 她们最终的结果 绝对是大多数的男人都会远离她 因为每个男人觉得 像这种女人 不管给她多少次机会 她们都是苟改不了吃死 所以即使一个男人再爱她 也不会再对她抱有任何的希望 这个时候 女人如果再不进行反思 那么只能够注定着 你的一辈子都只能够一个人生活 并且不管你日后怎么做 男人都不会去正眼瞧你